别对妈说谎 洗澡呀 洗澡的 洗澡的 宝宝不脏 而且皮肤那么嫩 用清水洗就够了 沐浴露啥的会伤宝宝皮肤的 他爸小时候 我们都是用清水洗的 到现在 皮肤都那么白嫩 你没感觉到吗 是这样吗 我还是求助帮女郎吧 帮女郎驾到 谣言全粉碎 还有可爱又迷人的Dr.G哦 宝宝不脏 洗澡只用清水就够了 哎呀 你俩这一惊一乍的 吓得我这个老太婆心脏病都要出来了 帮女郎 婆婆说宝宝洗澡不能用沐浴露 只用清水就够了 这是真的吗 一 清水的清洁力不足 真相是这样的 宝宝的皮肤油脂分泌比较旺盛 并不像婆婆你想象的那么干净了 所以如果只用清洁力不足的清水洗澡 可能会造成大量油脂污垢残留 甚至导致皮脂性皮炎 同时奶渍食物参渣 口水汗液甚至便便 如果没有技术清洁干净 残留在宝宝身上也很容易引起乃血 皮炎红皮皮的症状 皮皮皮皮皮 可是宝宝皮肤那么娇嫩 如果用那些洗发露啊 故意露杀的化学用品 会烧毁宝宝皮肤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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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宝宝洗澡 适当使用婴儿专用的洗发露和沐浴液 都是OK的了 这些温和的洗活用品 能够清洁宝皮肤 预防皮肤炎症或者感染 妈您看帮女郎都说了 您就放心吧 二 温和适当清洁刚刚好 所以给宝宝洗澡呢 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温和适当 温和适当 像宝宝嫩薄的皮肤层 是天然弱酸性的 而且宝宝的肌肤 很容易因为大力摩擦和脏东西受损 所以给宝宝的沐浴用品 皮肤摩擦的力度 洗澡时间和频率 都要做到温和 一般来说 天然的植物清洁成分比较温和 同时呢 妈妈应该选择一冲洗小泡筷的产品 而且宝宝沐浴的时间不要过长哦 听到了没有 不要一天给宝宝洗好多次澡 晚上睡觉前洗一洗就行了 这样还能帮助宝宝快速入睡 慢 宝宝睡前洗澡 其实不是最好的 啥 很多妈妈认为 在晚上睡前给宝宝洗澡 可以帮助宝宝快速入睡 然而 洗完澡 全身血液循环加快 体温升高 反而不利于快速入睡 而且洗澡后体温过高 会以致宝宝大脑退黑素的分泌 而退黑素减少会影响睡眠 所以有些宝宝在洗完澡后马上睡觉 会出现难以入睡 睡眠已被打断 睡眠时间短的情况 那什么时候给宝宝洗澡最合适呢 准确来说 妈妈应该在宝宝睡前一个半小时左右洗澡 等宝宝体温降到合适时再睡觉 哦 我记起来了 哎呀你这是在干啥 在给宝宝涂护肤品呀 不要给宝宝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对宝宝皮肤不好 婆婆 你耐心听我说 宝宝的肌肤虽然含水量高于成人 而且角质层很薄 十分水嫩 但宝宝肌肤屏障不完善 吸水快流湿也快 尤其是在这样的空调房内 所以洗澡后 用一斤轻轻擦干宝宝 并立即为宝宝涂上 轻薄已吸收的婴儿专用润肤产品 多给宝宝喂点奶或水 补充水分都是很有必要的 妈妈我要吃奶呢 总而言之 宝宝用清水洗澡 是远远不够的 还要适度使用温和的婴儿 专用洗灰用品 以保证宝宝皮肤的清洁度 我昨儿还看见上场婴儿用品打折 我这就去给大孙子 抢够点回来备着 宝宝只用清水洗澡就够了 完全是谣言了 谣言粉碎完毕 那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 瞬间一动 妈您在找什么呢 这可是我年轻时候珍藏的好东西 还有天然植物清洁成分 给宝宝用最合适呢 真的吗 每天都要醒到谣言养场 你这不行啊 双骨流泊都在融融 你真纠结 吵吵吵着我晃晃晃 我的妈妈心好疯 好疯哦 谣言谣言你别猖狂 我有Dogg G和帮女郎 谣言谣言 够什么名称 真相又是遵压 别对妈妈说谎 别对媽妈说谎